小时候为了骗林家姐姐的压岁钱 我说长大要娶她 后来见面 她坐在我家里 红着脸笑道 介绍一下 我是小时候和你私定终身的未婚妻 刚入职贝拉公司群 就看到美女老板在群里发红包 有红包不抢我是狗 我 谢谢美女老板的红包 我喜欢你一辈子 抢完我还不忘舔一把 办公室里的同事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 我送他们一个微笑 三岁我就会拿手机往上冲浪 五岁我就能把微博玩透 导致我从小就是个射牛 事实证明射牛不管去哪都是射牛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送了我个大拇指 我九十度鞠躬致谢 我刚收红包不久 女老板就单独加了我微信 为了不尴尬 我主动点发了个问候的表情包 她没回我 我看到对方正在输入 可半天一个屁都没蹦出来 她该不会是想要拿回刚才发的红包吧 想想也是 毕竟我刚刚入职 一点业绩都没有 我主动把红包发了回去 对方回了我六个 她也不收红包 我看着对方迟迟不接受的红包 我的心在滴血 我 老板 既然你不是为了红包而来 那能不能把红包退还给我 老板 二十四小时之后 她会自动退回去 老板发过来的每一个文字 都十分冰凉 我 我觉得二十四小时太慢了 钱还是在自己钱包里安全 老板 老板拗不过我 把红包退还给了我 虽然才二十一点六毛 但我是手气最佳 同时告诉我 老板出差去了 要半个月才会回来 我可以在这半个月里 好好了解一下公司 免得老板回来把我裁了 原因无他 只是因为老板的要求特别高 从来不养住米虫 我刚毕业 还是个实习生 转正之后 工资扣除无险一斤八千一月 我可不想丢掉这么好的工作 我勤勤恳恳学习 同时也没少在群里边抢红包 论有个天天发红包的老板 谁不喜欢啊 于是 原本安静如鸡的群里边 被我带领起来 全都是拍老板的马屁声 哇 老板真好 天天发红包我 真是太爱了 我 我每天都迫不及待来上班 就是为了早日见到领导您 我 能够跟着老板 是我十辈子修来的福分 不用再担心 自己沦落街头睡垃圾桶了 谢谢您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一天天马屁拍的贼响 反正老板天天准时在群里发红包 刚结交的新同事告诉我 老板就像周八皮 我来之前加班加到最晚 加班费不涨一毛 发红包 从所未见 闻所未闻 我正美滋滋地 看着自己刚刚抢到的红包的时候 组长冲进办公室 叫大家赶紧把手里头的文件完成 马上开会 一位老板回来了 我一直以为 我的女老板 是一个卷着包租婆发型 谁捅 腰大向腿的中年老阿姨 可眼前的女人身材高挑 身着高腰包臀裙 红色高跟鞋 气质高冷又妩媚 隔老远 我就能闻到到她身上 若即若离的香水味 则有这么美丽漂亮的女老板 我可以和兄弟吹一辈子 我赶紧拿出手机 敲咪咪拍照 可是咔嚓的快门声 在办公室里如雷贯耳 场面一度寂静到 我能够听到真落下的声音 姜默 你在干嘛 组长怒不可遏 我赶紧站起身来 因为老板太美了 毕业入职 第一次就能遇上 这么漂亮的领导 我当然要拍下来 向兄弟炫耀一番 我一高人大胆 直接说真话 所有同事哑口无言 纷纷送上大拇指 当然 也有为我默哀的 美女老板撩了撩耳边碎发 勾着唇鱼了我眼 她好像在笑 开会结束后 我被单独叫去了总裁办公室 美女老板 坐在意大利进口的 牛皮办公椅上 打量着我 不是要拍照 这里没人 随便拍 她淡淡开口 我感觉我完了 入职半月 第一天碰到领导 就要被开除了 老板 我不该在你开会的时候摸鱼 你可以开除我 但能不能把这半月的工资给我 我听到她一声亲和 我不开除你 拍吧 她又说 我不可思议地打量了她一眼 觉得她不像是在说假话 于是我掏出手机 咔咔咔拍了十多张 我 姜牧 一时间在公司备受瞩目 老板开会我摸鱼 抓包之后 没有被开除 还拿到了美女老板的美照 一时间 我成了我们公司名人 楼下车间都有我的传说 老板回来以后 她没有在群里边发红包了 便成了单独给我发红包 数额五十 附赠一条小姜 一杯咖啡或者小姜 送一下文件 导致我一听到红包提示音 我就觉得是美女老板 又在召唤我了 我和美女上司 的微信 聊天记录里 最多的就是 老板我爱你 我很享受我的舔狗生活 毕竟入职一月 光红包 我就收了一两千 猫粮不用愁了 在我入职的第二个月 我妈给我打来电话 叫我回家吃饭 我一打开门 一入眼帘的 就是我的美女老板 姜雪漂亮的脸蛋 她穿着黑色包囤裙 卷着大波浪 坐在沙发上 我赶紧退出门 看了一下门牌号 没错啊 这是我家 我妈从厨房探出头来 看到是我 把我推到姜雪的面前 就是一顿介绍 完了还不忘告诉姜雪 我有社交牛逼症 姜雪整理了一下头发 勾唇看着我 原来姜雪她奶奶 和我奶奶是闺蜜 小时候 我们住一个大院的 后来 我爸妈为了赚钱 去了城里 就把我带到了身边 我妈说 我小时候和姜雪一起玩过 我记不得 毕竟她这么漂亮 我要是和她玩过 肯定放心肩子上 我妈静下说 我妈介绍完 就钻进了厨房继续烧饭 聊了一会儿 我才知道 今天是姜雪的生日 我看了一眼 我的微信余额 所以今天 我要把我抢来的红包 都发回去了 也不知道 姜雪是不是看出了 我的小心思 一直含着笑看我 同事说她扣 果然不是瞎说 饭桌上 我爸妈给她包了个红包 她没收 我兜胆 给她微信转账 888 反正她也不收 怕啥 可是微信闪过一条 对方已成功接收 我直吐血 走的时候 姜雪主动提出送我回去 我爸妈高兴坏了 我也高兴坏了 谁叫她收了我888 这车我必须坐 想起我是谁了吗 姜雪开着车突然开口 我一脸茫然 你是收了我888红包的仇人 还能是谁 我在心里吐槽 姜雪虚腻了我眼道 小时候你 回老家过年 看到我家里人 给我包了很多红包 你眼馋 所以一直馋着我 想要我把红包给你 你说你长大了要嫁给我 会喜欢我一辈子 女人的钱 都是给老公管的 反正早晚都是 要交到你手上 早给完给都一样 然后骗光了 我所有的压岁钱 你走的时候 拉着我的手 边哭边叫我 把以后的压岁钱都藏起来 不许花掉 因为你会回来找我 我伸手抬着我的下巴 防止脱臼 我小时候 竟然干过这么缺德的事 我怎么记不得 可是姜牧 你找哪儿去了 迷路了 姜雪的声音再度响起 我还在努力 翻找我的记忆 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 姜牧 说话 姜雪的声音 再度在我耳边响起 我看着双手 打着方向盘的姜雪 颤抖着嘴唇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不是迷路了 而是忘了 说完这句话之后 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因为 我压根没想说出来 我只是在心里想了想 我把目光 投给开车的姜雪 果然 她的脸黑得吓人 我甚至觉得她 要是再冲动一点 就会去撞前面的车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 无意的举动 对你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 我要是知道 长大以后 我的老板会是你 我肯定 把我的压岁钱 都拿出来供着你 假的 不可能 钱是我的命 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听到了 来自姜雪的冷笑 为了验证 这不是我的错觉 我眼睛 瞪得像同龄般的看着她 姜雪不理我了 我也不敢说话了 太可怕了 难道我刚刚入职 还没有拿到工资 就要被辞职了吗 可是无险一惊 八千工资 周末双休 还可以天天收老板红包 这样的工作 我上哪去找啊 我只是个普通的社畜 老天爷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姜雪沉默着 将我送到了我的出租屋 为了表示感谢 我来了个九十度鞠躬 谢谢老板送我回来 我喜欢你一辈子 姜雪 她嘴角扯了扯 这话你经常说吗 她满脸黑线 我欲哭无泪 说多了 已经变成口头馋了 我打小嘴就甜 奶奶我都能叫姐姐 给我好处我就能把人捧上天 逢年过节走亲戚 边收红包 我边在心口比心 嘴里还叫着谢谢 爱你一辈子哦 此时此刻 我的内心无比混乱 是主动辞职 还是等着老板踹我 我抬起眼睛 仔细观察姜雪的神情 她皱着眉头 脸黑如炭 我指着掉了漆的大门说 我很明确自己有社交牛逼症 但是我的老板 好像和我一样 也有社交牛逼症 她拿起我手中的钥匙 就打开了我家的大门走进去 在墙壁摸灯开关的时候 那老化的电线电了她一下 我感受到 她周身的空气结冰了 你是要请我坐坐 还是想要我的命 江雪皱着好看的柳梅问 我赶紧打开灯 屋子里的陈设映入眼帘 地板老的 桌子老的 沙发老的 柜子老的 没错 我租的是老房子 谁叫这房子便宜呢 一个月就五百 别人心不心动我不知道 反正我心动 虽然陈设都是老的 但是我打理得很干净 茶几上摆着鲜花 边上放着鱼缸 还有一只可爱的大橘 生机勃勃 我很热爱生活的 无险一金公司帮你交了 到手你 还有八千 钱都去哪了 租这么个泼屋子 江雪有些生气 我撇嘴 肯定是存起来的啊 除去房租全存了 为什么存那么多钱 你欠债 校园贷 江雪不能理解 我摇头 才不是 这钱存起来 养我未来媳妇的 那你的压岁钱呢 也存起来了 养未来媳妇 他又问 是的 我回答 江雪沉默了 我赶紧捂住我这张嘴 不知道为什么 向来牛皮吹上天 真话假话掺和着 说的我对上江雪 只会说真话 他面如黑炭 肯定是以为 我把他的压岁钱骗走 拿去养别的小女人了 我觉得 我一定把江雪得罪了 回公司上班 我就想躲念了的话 悲痛欲绝地 递上了我的辞职书 无险一惊 八千工资 周末双休 还有老板的小红包 都与我无缘了 就在我怀揣着 懊悔的心情的时候 微信响起江雪的消息 他又V了我五十 江雪 来办公室一趟 不是吧 我都提辞职了 他还不肯放过我 难道要我将 小时候骗过来的钱 都吐出来 他好过分 我心里愤愤不平 但是动作十分诚实 朝着总裁办公室就去了 老板 你找我 我用我从小到大 铁人的专业笑容 对江雪说 江雪二话不说 将我的辞职书 甩到桌上 为什么辞职 是我给的不够多 对方给多少 我给双倍 江雪看上去很生气 对 对方 我不能理解 江雪皱眉 你不是找好下家了 我明白了 江雪误会 我被别的公司挖走了 没有下家 我这种才刚刚毕业的萌新 谁会受 真不是我妄自菲薄 刚毕业 就能混个双休家 无险一金八千工资 已经是上辈子好事做尽了 我的兄弟也在实习期呢 一个月一千八 每天高兴得向个二啊 拒绝了这样的一份工作 我真不知道 接下来上哪去找薪资 和待遇这么丰厚的工作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江雪更加生气了 你没有找好下家 你就敢辞职 江木 你是听勇气长大的吧 江雪被我气笑了 我摇头 我最近在听孤勇者 江雪真的生气了 她的脸拉得老长 你辞职了喝西北风 江雪捏着眉心 那还不是你太吓人了 提什么二事 我骗光你压岁钱的事 这不是变招法叫我离你远一点吗 心里这么想 嘴上我全说了出来 我怀疑我得了一种病 一种碰到江雪 就只会说真话的病 江雪定定地看了我两眼 不知道在想什么 工资加到一万 双修和无险一惊不变 干 她说 卧槽 我耳朵地震 还有这样的好事 于是乎 我赶紧舔了上去 干 老板叫我往东 不敢往西 我笑 刚毕业就月入过万 他不是我的老板 而是我的衣室父母 江雪叫我去给他泡咖啡 又叫我给他订酒店 甚至还叫 我给他去准备开会要穿的衣裳 确定我这不是升职 做了他的生活助理 不过 再也不用和那些凡人的文件打交道 也不用和总监大眼邓小眼 实在是有点爽 晚上 加完了班江雪 亲自将我送到家中 我本想拒绝 但是想到他收了我888的红包 让他当个免费的司机 不过分吧 反正又不是天天送我 我美滋滋地回到家中 抱着我的大局 分享今天的快乐 想着又拿起手机 这么快乐的事 当然是要和好兄弟分享了 怎知我刚抽出 手机家里的店就跳闸了 我租的是老房子 跳闸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我熟门熟路地 聚到店闸那里 室店烧了 还冒着火花 我赶紧找来灭火器 扑吃两下 就把火灭了 今天的快乐 在店跳闸中结束 门口传来敲门声 我从猫眼看了一下 是江雪 咋了 我打开门 屋子里黑漆漆的 要不是还有走廊上的声控灯 整个世界都是黑的 江雪打开手机的手电筒模式 进屋巡视了一圈 目光落在电闸和灭火器上 她现代的脸色 拿冰溜子来形容 没差 她动动唇 我估摸她是想骂我租的老房子不好 但她好脾气地收住了 去我那儿 江雪深吸一口说 孤男寡女共处一事不方便吧 我说 江雪扯着唇 嗯 你这里挺方便 明早要是迟到扣工资 别给我哭穷 末了 她又说 最终 我臣服在老板的淫威之下 带上衣服和大局一起跟江雪走了 江雪住在市中心 最繁华的小区 一进门 智能管家就自动打开了所有的灯 虽然我家没有江雪家里这么高级 但是也不差 只是我这人抠门 选了个老房子 这不就惨了呗 其实我早就在物色新的房子了 工作忙 加上房子难找 就一直搁置了 踏进江雪家 她给我准备了一双女男士拖鞋 我穿着刚好 不过 她一个女人家里头有男士拖鞋 岂不是意味着她有男朋友 你男朋友知道了 会不会不太好 我站在门口 我可不想被人当成是隔壁老王 江雪扑斥笑出声 你没看到 拖鞋是新拆的 说着她 把我拉到另外一间主屋 以后你就睡这里 以后 江雪玩耳一笑 今天这样的事情 我不想再发生了 你是我的员工 我要对你负责 我打量了一下整个屋子 有些为难 免费的 她又到 我就知道 上帝为你关掉了一道门 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我高兴地抱住江雪 那真是太好了 江雪 我爱你 我爱死你了 江雪看着我 眼底都是笑意 M的 这是我祖宗 我刚才好像亵渎了她 那我先去洗漱了 说着 我溜进门 把江雪隔绝在外 我可不能因为泛魂 被江雪撵出去 洗完澡 躺在柔软的双人大床上 我感觉这一切梦幻至极 我发誓我 一定会好好工作 但凡我开一下小差 都是对这一万块工资的不尊重 第二天 我特地比平时早起了半小时 江雪人这么好 我可不得出门 给她买个澡发啊 但是 我起来厨房里飘荡着的香味 是怎么回事 所以江雪已经做好了早饭了 难得的表现的机会没了 看到我 江雪从微波炉里 拿出两块三明治 放进盘子里 端到餐桌上 又拿过来两杯热牛奶 不好意思 我起晚了 我说 这可是比我平时早起了半个小时 江雪只是笑笑 赶紧吃 吃完了饭 等会儿去你那儿 把东西都搬过来 江雪命令式的语气 对我说道 我房租还有半个月 才到期 江雪看了我一眼 笑 我都给你免租了 你还惦记着你半个月的房租 你真是像个吝啬的小奶狗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觉他对我有那么一点宠明 我赶紧低下头吃早餐 一定是我的错觉 我只是一个小时候 骗光了他压岁前的员工 他不杀了 我泄分就不错了 工资加了 职位也调了 这是我这辈子以来的高光时刻 我和兄弟分享了这块了 江雪还是会给我发红包 每次都是五十 我很高兴地收着 工作也更卖力了 我将所有的东西 都搬到了江雪家里 放进属于我的那个房间 他告诉我 家里头的东西都可以随意用 不用跟他客气 我点头答应了 我会用 但是随便用还是不敢的 我就是再射牛 也不敢那么放肆 正是将所有的东西 都搬到了江雪家之后 我给江雪转账赚了两千 贪小便宜这种事情 还是不能做的 他这房子这么好 这就给了我一间住 要是有天我辞职 他跟我翻脸咋办 把钱发给江雪之后 我就心情舒爽地洗澡去了 回来看到自己的手机 上好几条未接电话 我赶紧走出房门 江雪就站在我的门前 江雪 怎么了 我问他 江雪将转账记录给我看 为什么给我转钱 我黑黑笑了笑 和他解释了一下 他二话不说 拿起手机将钱退了回来 说了免费就是免费 不用跟我一刻解 江雪说 但是要是有一天我辞职了呢 我问 要是我辞职 他心情不好 不给我开门 我没有没有租房合同 他把我的东西丢了扔了 我都没有地方说理去 只见江雪伸手符额 我不会将你开除 只要你别像之前那样说 辞职就要辞职就好了 他说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想干 我就可以一直在你的公司干嘛 我问 江雪二话不说点头 我笑了一下 拿上手机录音机 那你留个证据 就说我江雪允许姜木 一直在公司干到老 江雪身子一僵 耳间逐渐泛红 他拿过手机 说下了刚才那句话 还加了一句房子 也随便姜木住 接下来 轮到我脸红了 气氛有那么一丁点的微妙 我赶紧拿回手机 好了 证据已经留下了 那我就继续去洗漱了 江雪点头 目送我关上了房门 躺在床上 我将录音拿出来 听了好几遍 江雪的声音好听 内容也好听 又过了几天 我妈来了 送了很多的特产来 看到我妈在江雪家里的时候 我懵了 妈 你听我解释 我现在是 租在江雪的家里 我和她什么都没有 我身子抖了三抖 虽然我是个射牛 但是我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 父母也是传统人 是绝不允许我乱搞的 我好怕 我妈把我爸叫来 打斗我的腿 我妈朝我翻了个白眼 好像在说我想多了 江雪早就和我说过了 想把你接到她这里来住 你租的那破房子 吓你妈 我就算了 还差点把人家江雪也给吓着了 你就不怕你哪天半夜 起火人没了 我妈无情地吐槽我 要是我再脆弱一点 我就自杀了 但是我是射牛啊 我配着灭火气 死不了人 江雪和我妈都无语了 我妈选择全程和江雪说话 搞得好像江雪是她亲生的 我妈走时 我拉着她 你别告诉我 我有一个童母异父的姐姐 你没姐姐 你有病 别打我道 我妈走了 针头也不回的那种 这女人 无情 自从我和江雪一起上下班 还坐同一辆车去上班 公司里边就多了不少的流言蜚语 说的大抵是我吃软饭 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之类的话 也不知道是从谁的嘴巴里传出去的 等我知道的时候 楼下车间里 都是我和江雪的流言蜚语了 这天 我去员工办公室拿文件 连我之前新交的同事 都在和大家谈论这件事 我闷闷不乐地拿着文件回来 江雪问我怎么了 我没说 下午下班的时候 我没有等她 自己回去了 她给我打电话 我挂了 发的消息我回了 我告诉她 我现在是下班时间 有事情明天上班再说 后面我没收到江雪的消息了 第二天 我也有意闭着她 后面几天也是 除了必要的碰面 我都安静如鸡 江雪大概是知道了 我闭着她的原因 叫秘书去楼下办公室 说了一句嚼舌根的一律开除 但是并没有用 该说的还是说 只是声音小了一些而已 我给江雪送了一杯咖啡之后 就出门去了 江雪叫住了我 你夺我 她问 我也不吞吞吐吐 直接道 我怕影响到老板你的名声 江雪起身来到我面前 我有什么名声 我掰着手指托鼠 冷艳女总裁 高冷女神 气质姐姐 我没想到 你们私底下竟然是这么称呼我的 你也是这么称呼我的 江雪问我 我点头 那可不 在我这里还有个称呼 那就是财神验 江雪敏唇倾笑 江雪原本寒霜的脸 突然笑了起来 真是一如既往的财迷 谣言的是交给我 她说 不知道为什么 我鬼使神差的点头了 第二天我去上班 我之前交好的同事 到我的身边来 江沫 原来你是老板的未婚夫啊 我正在喝茶 听到她的话 一口茶喷了出来 谁 谁说的 老板昨天下班前 自己来办公室说的啊 好吧 这两天我都没有和江雪一起上下班 我是真不知道 我赶紧去江雪办公室 看到江雪我感到有些愧疚 江雪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但是这同牺牲你的名声 有什么区别 江雪推理了里头发 看着我 那你以后对我好一点 只要我们两个知道真相就好了 咱们父母是朋友 奶奶又是闺蜜 这么亲密的关系 我怎么能不帮你 你说是吧 江雪说的我十分感动 最感动的是 终于可以和她一起上下班了 挤公交 真的又难又慢啊 每天要早起一小时 江雪对我的好我 牢牢记在心上 绝对不敢忘记 我特地买了一个菜谱 周末的时候 拉着江雪去菜场 随便挑 今天本公子烧 江雪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 在菜场转了一圈 买了不少菜 付钱的时候 我力所地拿出付款码 给卖菜阿姨 今天付三百 碰 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烧饭 但是我真的不会烧饭 江雪赶紧冲到厨房 看到锅盖躺在地上 将我推出了厨房 并叹了一口气 叫我好好在沙发上坐着 我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明明是要烧饭 但是变成了烧厨房 江雪做好了饭菜 我为了缓解刚才的尴尬 使劲拍马屁 江雪一手艺真好 你以后的老公 是个有福之人 我替你未来老公感到幸福 他勾着唇听我吹牛 吹着吹着 我不好意思了 闭上了嘴 洗碗的事情 肯定是交给我的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在江雪面前该如何自处 我的猫最近不对劲 总是喵喵叫 还挠门 须须遍地都是 和江雪一起下班回家 看到猫 将他的床自了一床的尿尿 对不起 我这就处理 我赶紧去给江雪 换床单被套 棉被是不能用了 只能拿去丢了 可是今天晚上 江雪没有床睡了 要不你晚上和我睡吧 我是证人君子 你放心 我对江雪说 江雪沉默着没说话 我去将我的大局抓过来 只要你不杀他 他仍凭你处置 江雪指着筋斗的下身说 你的猫发情了 我看了一眼 赶紧把江雪眼睛蒙住 第一次养猫 他问 他并没有在意 而是从我手中 将大局 抱去关进了笼子里 还给他放了一首轻松的音乐 我叹了口气 不好意思 第一次当爸 还没适应 嗯 这就是当单身爸爸的苦 你需要给他找个 像我这样的妈了 江雪说 我的心扑通跳了一下 我的猫发情了 那是不是就要给他噶蛋了 为了缓解我的尴尬 我笑问 我听到江雪的心 也跳了一下 他白了我一眼 不理我 江雪说他晚上睡沙发 但是筋斗太吵了 我在屋子里都能听到 我真想 现在就去把筋斗噶了 江雪后半夜 还是来我房间了 我把我的被子分他一半 他找了几件衣裳 搁在中间 算是合见 要不明天就带筋斗 去做绝育吧 我说 发情期不能 那发情期过了再嘎 江雪沉默了一下 在黑色的夜里 叹了一口气 你就不能不嘎他 他带着抱怨的语气 这是我儿子 还是你儿子 我咕弄 江雪没接话 他一定是生气了 那就勉强让他 做一下你儿子吧 发情期你就是他妈 哼 他低笑 第二天 我醒来的时候 江雪在我怀里 我将他抱得很紧 我就知道 我是个色球 我赶紧起身 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江雪也爬了起来 因为今天他被我抱着的缘故 没有早起 我们只能出去买早餐 我一整天 心里都念着我的大局 江雪 你说筋斗会不会被憋死 我突然问 江雪拿咖啡的手抖了一下 不至于 你怎么知道 你又不是猫 江雪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眼 你是男人你不知道 我 中午我被江雪拉走了 我以为 是他突然有合同要签 原来是去他姐姐家 他姐姐有三只猫 其中一只也是大局 母猫一只 妹夫 田田怕生 但是不抓人 你放心呀 妹夫 江雪姐姐一脸疑惑 江雪还没有把你追到手啊 我怂怂间 解释我和他 只是上下级关系 他笑笑没有再说什么了 我和江雪 赶紧将新娘子带回家 金斗就是个小色批 看到田田就黏了上去 江雪你看 看来他们马上要圆房了 我惊呼出声 江雪脸颊瞬间通红 他突然跑进了房间 我以为他哪里不舒服 跟了上去 你没事吧 怎么脸颊这么红 我问 江雪看了我一眼 突然伸手抱住我 外边猫叫声不止 他心跳不止 下次别看人家两夫妻 亲密接触了 他说 我点头 鬼使神差地问 江雪 你是不是喜欢我呀 我也不是吃了雄心豹子的 而是江雪姐姐今天的话 叫我一颗心 悬浮了一整天 我又是那种 不到黄河心不死的人 谁叫第一次见面 我就对他心动了 我是射牛啊 我有嘴 还比别人能说 就是试探失败了 又有什么 江雪看了我一眼 无奈地叹了口气 知道还问 你就不怕我 怕你什么 我追问 江雪点起脚 朝我吻了过来 我第一次接吻 差点憋死 江雪大概是发现了我的窘迫 放开了我 我像是溺水上岸的人 大口呼吸着空气 心里却小鹿乱撞 你这样就不怕我 我紧张到吞吞吐吐 江雪听着我的心跳 笑出了声 不怕 你负责就好了 我心快跳出了嗓子眼 果然 美色面前 我是把持不住的 关于我想把江雪 扑倒这个想法 从第一次看到 他就有了 我没想到的是 我真敢 第二天早上 我们坐在餐桌上 大眼瞪小眼 你妈那边 我会告诉她 是我先动的手 抱歉 我好想穿回昨晚 抽自己一耳光 我竟然真敢扑倒我的财神烟 我吃了雄心豹子胆 那我们什么时候领政 还有婚期你想要定在什么时候 江雪十分期待地问我 啊 这 这么快吗 我真的可以 把我的美女老板的娶回家 完全不敢想好吗 而且领政 结婚 太快了吧 江雪面如土色 是我技术不好 你不满意 我可以学 第一次不太会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我的心仿佛被垫了一下 M的 这是我不花钱就能听的吗 就在这时候 我又听到了 金豆和甜甜的声音 大白天的 他们也不节制一下 我和江雪低头吃饭 我满脑子都是昨晚发生的事 这层员工关系 终究是变质了 没有鲜花 没有红酒 我们在金豆和甜甜的猫叫声里 确定了关系 江雪一定要我带她去见我父母 虽然之前见过 我妈高兴地做了一桌子美食 我爸也拿出了 她珍藏多年的酒 餐桌上 我爸叫江雪留下 我妈也说 今天别走了 等会儿就把家里的客房整出来 于是我和我爸你 一杯我一杯 喝不停 你们先喝着 我去整理一下客房 酒过三巡 我妈起身 妈 别忙了 江雪和我睡 就可以了 我说 说完我就后悔了 我妈一愣 我爸直接弹起来了 江雪还在给我爸倒酒 我妈和我爸对视一眼 我不知道这俩人心照不宣了啥 只见我爸找了个大碗来 倒了满满一碗酒 递到我的面前 我们家有个规矩 没有结婚前 不能欺负人家女孩子 今天老江不在 所以我带她和你喝 我爸说 接着十分和蔼可亲地看向江雪 说 闺女 你放心 金嫁给我儿子 你就是亲闺女 我看着我爸递过来的满满一杯甘白 她怎么能欺负老实人呢 我妈也不去整理客房了 伸手掐了我腰一下 怪我和江雪发展速度太快 我把我爸都喝醉了 最后我妈把喝醉的我 交给江雪 江雪把我扶到我房间 她刚准备给我解开扣子擦拭身体 我就坐了起来 你没醉 江雪问 我摇头 只是没醉成我爸那样 她看了我一眼 偷笑 你家果然传统啊 江雪也要带我去见她爸妈 她说 她爸爸是退伍军人 她妈妈是教师 也刚退休 我从来没这么紧张 我可是射牛啊 我怎么能紧张呢 我是叫你父母叔叔阿姨呢 还是叫伯父伯母 他们应该更喜欢 你叫他们爸爸妈妈 江雪凑在我耳边说 她温热的呼吸 让我一整脸红 门突然打开了 看到我 江雪妈赶紧就将我拉进了屋 射牛的我生平 第一次这么安分地坐着 江雪看我这么老实 门淳笑了很久 江沫啊 你这孩子一表人才的 真是太招阿姨喜欢了 我家姑娘向来高了 她要是欺负你 你就告诉我们夫妻俩 我们帮你撑腰 我忙摇头 她是女孩子 我让着她是应该的 临走时 江雪爸妈还塞给我红包 他们说 这是见面礼 叫我别客气 我怎么会客气呢 谢谢爸爸 谢谢妈妈 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 没什么好客气的 你们的就是我和江雪的 我和江雪的 也是你们的 结果红包 我的马屁就飞天了 刚才我还是羞涩的小奶狗 这会儿 我比村口大妈还会说 我要看着江雪爸妈 沉默着对视了一下 两个人从怀里一人 取出来一张银行卡 好孩子 你真是太讨人喜欢了 我就说 该早点让江雪来找你的吧 我妈定下这门亲事 真是定对了 我 虽然我的手里 多了两张银行卡 但我还是吗 和江雪坐上回家的车 我将银行卡装进包里 你妈说的亲事 是怎么回事 江雪这才将婚事的事告诉我 这亲是我奶奶和江雪奶奶定下的 说是各自如果生的是一儿一女就结亲 但是我爸那一代 全都是男孩子 后来两个老人离世 也都惦记着这事 我小时候回老家 就是去看江雪的 我说我长大要取给他不是说的假话 是我从我爸妈口中听到的 只是那时候年纪小 忘形大 随着时间推移忘记了 我怕你以为我是因为陈年的就是靠近你 就一直没敢跟你说 江雪道 我好爽一笑 才不会呢 我只会感叹 缘分真微妙 回家以后 江雪搬出来一个有点年代的存钱贯 给了我个榔头叫我砸 我打开以后 看到里面的东西 眼前一亮 红包 红包 全是红包 这些都是给你的 是你说的 叫我全部存起来 长大了交给你 江雪一边整理红包一边说 他哪里高冷啊 分明好怪 看着这么多钱 我伸手搂紧他 并悄悄将银行卡塞进他的手里 你以后就是我的老婆了 这些都是给你的 江雪二话不说 全部塞回了我的手中 给你的就是你的 这些都是你的私房钱 不过你存着的老婆 本可记得一定要给我 那可是你给未来老婆准备的呢 他笑道 我狠狠点头 我和江雪结婚了 不管是女方亲戚 还是男方亲戚 都被我夸上了天 给钱的时候 他们一边笑 一边塞我红包 一点也没觉得不舍的 婚礼上 他爸把江雪的手 交到我的手上之后就不见了 后来我听我妈说 他躲在厕所里 哭得气不成声 于是 我们婚后买了一套房子 就在我家对门 江雪放假回去 是回婆家 也是回娘家 和江雪结婚的第三个月 他就怀孕了 公司的工作全落到了我的身上 他则负责管财 他今天睡婆家 明天睡娘家 孩子生了之后 今天江雪妈伺候他月子 明天我妈伺候他月子 没有婆媳斗争 也没有家庭争吵 没什么 我射牛 还嘴田 任何矛盾 都能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下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金豆和田田生了四只小奶猫 两个大橘子 带着四个小橘子满地跑 我儿子出生的时候 小奶猫趴在我儿子身上采奶 夜里 我在工作 江雪突然微楼五十 想不想要二胎 想到美丽漂亮的老婆 我默默关掉了电脑